嗨 各位 歡迎來到台灣Vlog 其實我現在已經回了大概三四天了 但是我前幾天都在一種迷流的狀態 畢有那個時差 一下睡一下醒的 我覺得我大部分時間其實都在睡覺 今天才終於比較清醒一點 我們現在人在吐城 我覺得我根本就是在抄襲大表姐的影片ID 我們今天就是要展開一連串的台灣便美之旅 但是真的沒辦法 我相信每個在國外長久居住的人 一定都跟我們一樣拍好一系列便美行程 我們今天的第一個行程呢就是 傳統的青粉刺 因為我的皮膚常常會有那個閉鎖性粉刺的問題 就是一顆一顆的 不靠那種傳統的技術室 我自己也很難擠出來 然後在美國又很難找到那種服務 所以我來台灣就覺得皮膚狀況如果不好的話 就一定會去一下傳統的青粉刺 然後我上次就在IG發問有沒有人推薦 就是那種傳統的青粉刺 在吐城的這一家叫做Sesame 就是壓倒性的勝利 碾壓其他很多選項 所以我就想說好 我就來看看有多厲害 我就預約了這家 他好像沒有講過其實我小時候住在吐城大概有八年的時間 就我的國小跟國中是在吐城念 如果你是新水國小跟新水國中的人 你可以在這邊留言 因為我後來長大會發現 超多人念過這兩間學校 然後還有一件很巧的事情就是 之前我有帶過宋財去找一個攝影師 叫做穆青一起拍照 所以我很喜歡他的風格 然後幫我們拍得非常可愛 然後發現原來他的工作室跟這間 我要去坐臉的工作室根本在同一個地方 所以我今天就跟他約好說我去坐臉錢 就先來找他hand out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 在往他們工作室方向前進 我是真心不知道你們在那邊聽得到我講話 因為我真的覺得在那邊超吵 你們知道台灣路上就是很多 我會這樣 那摩托跟路人的聲音 來這樣 然後我知道這影機是老生常談 但我真的還是要抱怨一下台北的天氣 真的會讓人很不想打扮 我已經戴帽子戴了大概三四天了 我每天就會覺得Auto bar是醜不拉雞 在台灣生活的各位 如果你們每天出門都還是非常認真打扮自己的話 為你很讚 那我來工作室就來吃了 我現在就要去對面坐臉了 掰掰 這麼厲害 就是這麼近 我的粉絲多到很嚇人 我覺得這家不愧是大家推薦的No.1 他真的我花了三個小時 貓姐在親我所有臉上的粉絲 沒有一個洞沒有被他親到 雖然我現在臉偏窗百口 但我相信過兩天就會很漂亮 我們剛剛坐完臉 你們以為我在土城的變美之旅就這樣結束了嗎 老師好久不見 太久沒坐在那 我都忘記了 好 伸展後擋擋 嗨各位又來到新的一天 今天呢要去我最喜歡的行程 就是見頭髮 臉上現在還有一顆一顆隆起的東西 昨天坐臉的傷口還沒有完全好 大家看到昨天行程是不是會覺得很突然 就為什麼我爭苦玩 然後就嘎然而止 因為其實我這次回來台灣 一天家都沒有請 所以我的行程就是 每天到大概下午三十點 我就會趕快速速回家睡個覺 然後起來九點十點的時候 上班才上到天亮 所以其實這次回來台灣行程是非常硬的吧 所以我大概一天就只能在台灣做一件事情 雖然紐約的貝果很好吃 但我每次回來台灣都一定會買這個來吃 我真的覺得這個就是 有夠大學的回憶 我每次來撿多巴 都會去那邊Seven順便買一下 超級沒必要的細節 OK 我們到了 軍輪了 過幾週見 好 掰掰 掰掰 剪短了 大家喜歡嗎 我自己很喜歡 因為台灣這個天氣就太潮濕了 我每天頭髮塌到不行 回來四五天 我每天都戴帽子 現在剪短我覺得 看起來有精神多了 那現在天色已經即將暗下來 我也差不多該回去睡覺了 我覺得這個VLOG的主題可以叫做 回台灣但沒有請任何一天假 把自己搞得累到不行的一個月 好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要趕快回去睡覺了 掰掰 嗨 各位 又是新的一天 今天又來到 My Love Ice Machine做 普通青粉刺 我發現我這禮拜的行程 就是一直在 每天只睡一兩個小時 白天的時候變漂亮一點點 然後再大好夜 把我白天的美麗摧毀 我在臉上其實都還是很多那個 然後前幾天做那個 傳統青粉刺的傷口 但他們說沒關係 這一週就是一個 打比較重練的過程 Bear with me 好了 做完臉了 還送了畫眉毛的服務 真的很愛他們 如果你皮膚狀況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的話 可以來這邊 定期保養 用這種 青粉刺的方式 好嗎 嗨大家 現在是我回台灣的不知道幾天了 我已經沒有在算了 今天呢我只有睡一個小時 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我只有睡一個小時嗎 看得出來我只有睡一個小時嗎 我跟你講蕭強那個廣告就是騙人 誰還知道蕭強的廣告 沒辦法欸 我覺得你很厲害 我沒辦法像你這樣 不管再累 還是要來走我們姊妹必備的行程 就是我們現在坐在前櫃的Lobby 要去唱歌 就是為了唱歌 可以放棄睡眠的人 我今天早上跟老闆說 我要去唱歌 然後他看我 他就這樣 然後我剛剛出門前 還在跟他靠腰說我好累 他就說 那不然我給你吃一顆睡覺維他命 然後你不要去唱歌 然後就笑而不答 然後還是出門 所以我現在人就在這 我以前是一個很愛吃到的人 現在我每次都變成每個局 所以找到人 真的你今天找到 都我提到兩分鐘是什麼意思 真的 我還已經先去買咖啡 然後在那邊晃了 不知道幾分鐘囉 然後我現在就是每天都在晃乾咖啡 我已經不知道一天喝大概五六杯以上有 但我保持清醒 這就是我大概十天 每天都只有睡三四個小時的臉龐 我非常後悔做這個決定 但是台灣就是已經很快樂的事情 所以沒有關係 那我們就去唱歌吧 而且我們這個年紀 來這邊其實重點都不是唱歌了 就是要先花很多時間點吃的 然後吃飽之後才開始唱 對 他剛剛跟我們說今天可以唱五個小時 然後我們反應是 蛤 這麼久 時間長一點 剛好一點 不要 噢 醒來的 醒來的到時候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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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這樣 都害我 我問你 怎麼好的本事 都會調節多謝愛情 是一個全球的微信 是多苦多長期 每個數條小 你們要用黑眼光 我的愛很無疑 我沒有遇到信心的臉書 從夢中就堅持自己喜歡 嗨各位 我們現在在台北101 我剛剛把我手機拿去送修 然後手機相機就是入城 其實很久 買了大概兩個月 相機裡面就有個黑點 但是我一直想要修它 然後一直忍受它 今天終於受不了 因為我前幾天飛那個日本 然後我要拍那個富士山 一直在山的白雪上有個黑點 我想說好 進來借我的台灣 就拿來修 結果它現在維修 居然讓我騰24小時 所以我現在就是意外的 要開啟一個很久沒有的體驗 就是不用手機24小時 我們今天的行程 就是我們現在要去找一個 我的醫生朋友 開了一個診所 去做一些小體驗 就是因為我不是每一年都會做那種 好幾萬的大體驗 我大概兩年才會做一次 但是我每次回到台灣 我有機會都會去抽血一下 看那些什麼肝腎功能 有沒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去抽血 做一些小體驗 然後他們的診所還蠻特別的 有些很新的科技 我現在也講不太出來 等一下到那邊再訪問醫生給大家 第二個行程就是 晚上我們要去錄加班去吃的Podcast 錄完Podcast 就要回去繼續上班 就是我們今天大概的行程 那沒有手機的一天 第一個小時 Let's go 然後今天天氣超好的耶 你知道坐在台北 就一輩子 真的沒有看過幾天天氣這麼好 給大家看一下 一整片的藍天 身為一個台北人 就是每次在台北看到這種天氣 就會覺得 哇天氣好好好 然後就會發現動幹嘛幹嘛的 大家常常說 下土很常下雨啊 然後什麼自殺率很高 我每次都想說 是你們沒有來住夠台北 我們走吧 到了 看見家一 這是我們親愛的中醫師 嗨 然後現在來跟我們介紹 他們這邊有什麼機器可以玩 促進血液循環耶 然後它是台北少見的非侵入性的 一般醫美診所都是需要打一個光纖針 到我們的血管裡 然後我們裡面也有一些檢測的一級 這一個是我們的自律神經檢測 那就可以看我們的膠感跟副膠感神經 是否有平衡 所以我們是一家非常照顧生跟心靈的診所這樣 這裡可以掉點滴 宿醉啊 或是想要美白的 我說宿醉可以來這邊掉點滴喔 對對對 因為我們都是痊癒月季的診所 所以不會待很多人 那這台機器的話 原本是拿來治療憂鬱症 但是現在像竹科很多的工程師 他們壓力非常的大 就會用這個來減緩焦慮 有些人他是晚上就是 腦袋會一直轉 停不下來睡不著 然後做這個的話就可以有效的緩解 讓腦袋重新開機 做一些真腦的動作 以前都會強調整形 那我們現在強調整腦 這就是可以變漂亮 可以放鬆的地方 現在要來做自律神經檢測 目前看起來 自律神經還是有點提早老化的現象 所以看起來目前自律神經的總體功能是普通的 交感神音的功能 稍微比較弱一些 我們現在要抽血 測一下基本的血液功能 還有過敏源 水不行 一二三 我看完了 做完這些治療之後 真的有一種很放鬆的感覺 我也拿了一些 就可以帶回美國的一些感冒 抗接觸的備料 覺得如果對這種治療 又有需求的話 就是不要害羞 可以來這邊找院長 因為在這個時代 我們的身心理健康都是很重要的 OK 這是我沒有手機的第三個小時 剛要抽血 所以我整天都很不吃東西 現在結束幫我出來吃 先來吃這種我很喜歡的 倒消麵炒麵 然後一個牛肉湯 小菜跟燙青菜 我非常喜歡吃這種麵店 剛才又現在沒有手機 所以我超級認真的 在看前面的電視 剛才沒有手機 你真的會花很多心力 在觀察桌邊的流食物 就是還能推薦大家 有時候可以進去看 就能吃吃的滿特別的體驗 沒有手機的第七個小時 我現在來錄了 小白日子 第七個小時 沒有手機要怎麼活啦 沒有手機要怎麼活啦 小白日子 最關鍵是福正大師 我是迪克 我是安迪 小白日子 你覺得我是那個大的人喔 錄完了 音檔好像過年時間都上了 但這影片應該很晚很晚才會上 到影片的時候 就聽得到這集Podcast 沒錯 所以大家趕快去支持 小白日子 訂閱起來 然後把他們的新的IG 仔細聽這集Podcast 就可以知道 楊楊的秘星 對楊楊看色情片 都看什麼題材 大家有想知道嗎 尤其我平常不會在這邊講的事情 好啦 那我回去上班了 改天見 掰掰 嗨 各位新的一天 今天是台灣的禮拜一 上一個片段應該是我去錄 加班日子的片段 然後今天我們依然秉持著 一天在台灣只能做一件事的原則 今天呢我們要去錄另外一個Podcast 叫做 Walk Out有事嗎 對來講今天才剛開始沒多久 可是其實已經下午三點多了 現在去錄影錄完回來又要再睡一覺 起來 又是美國嶄新的一天 所以我又要開始上班了 這就是我在台灣的生活 大家 我可能大概已經講了一千次了 可是我真的不推薦遠距工作好嗎 我下次應該真的再也不會做這個決定 但是我覺得這個就跟我錄影一樣 就是之前有看我錄影的影片就知道 你不去真的做一件事情 你不知道你自己身體到底扛不扛得住 或是你到底喜歡還是討厭 那我現在體驗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說天哪 我真的再也不是以前那個年輕氣生的小子了 我現在真的很需要大量的睡眠 然後我覺得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就是 你想睡覺的時候不能睡 所以那些在上大夜班的人 我真的是由衷的佩服你的尊敬你們 那廢話講這麼多 我們趕快去我們今天的第一個 也是唯一的行程 就是 哇靠有事嗎 走吧 然後那個影片到現在還是是不是就不會 這邊有看法 罵一下罵一下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種 耶 錄完了 掰掰 再來就是疲憊一天的開始 我們又回到了Ice Machine 因為他們甚至幫我們做臉的時候 都有了眉毛 非常有意見 他就說 哥 我可以幫你弄眉毛 拜託 所以我們今天就回到這邊 要來弄眉毛 我上次弄眉毛好像是兩年多前了 所以現在已經會得差不多 平常如果需要的話就是大概畫一下 然後我想說好來弄一弄 這樣我之後可以去找一點事情開始吧 新年快樂 掰掰 我做完了 還有順便親了粉絲 所以現在臉上都是傷口 覺得果然 還是有一雙美麗的眉毛 我真的超愛他們的 如果你們大家也想要親粉絲 或是做眉毛的話 一定要來找他們好嗎 Ice Machine 嗨各位 不知不覺我們在台灣的行程 也已經來到倒數了幾天 不知道回來真的太累了 所以你們看到應該都是很破碎的畫面 在這邊先跟大家道歉 如果你有看我去年回台灣的影片的話 今年跟去年一樣 然後就最後幾天呢 我都把它留給很重要的朋友 所以今天就是其中一群高中同學 一群已經結婚生子的高中同學 所以今天就是一個 家庭和樂的親子 玩具 相聚 嘻嘻哈哈時光 今天是大年初四 所以我要去包紅包了 那我現在已經超級大遲到 我們剛才一起出門吧 走 大遲到 有你墊在後面我就安心了 他只要半個小時 終於全員到齊了 這切就是我的高中同學們 我們已經認識彼此 今年是第17個年頭 所以我等於大半輩子都已經認識了 他們每一年 公年過節 就會有一個這樣子大的聚餐 對面就是我們的知名YouTuber 沖沖 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 鬼下來 最好真的是送到他手上 我會 感謝 感謝 現在就是大家在聊天旁邊大吃 這感覺在做事都不值 整個年夜好像沒吃飯一樣 你們都不會餓嗎 你知道就是他們現在 結婚生子 就吃完聚會都在做這種事 啊 你是小孩 我的小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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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這種gay 就在那邊吃飯就好了 對不對 40啊 40啊 來 為大家介紹一下 他也可以為他叫豬豬姐 想一下在發生什麼事情 在檯面上有大概1500多塊 然後現在是AQ的狀態 我覺得O-In很正常吧 各位觀眾我要O-In囉 快O-In 如果我輸掉了錢都從你們三張賺 全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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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清掉了 全負賺 好無聊喔 這個vlog好無聊喔 不好意思 零錢也是錢 對 你什麼意思 好 那把這些好 大家玩這些 明年見 新年快樂 掰掰 新年快樂 嗨 大早安 我們現在在新宮醫院的醫學美容中心 今天跟唐醫師有約 我每次回來就會找他一趟 不管有什麼狀況 就是固定拿一下口服還有外用的藥 你們也知道 我是很常會提供出狀況的人 所以我很習慣要被藥在身邊 我才會有安全感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我拿完藥了 那我們去我們今天的下一個行程吧 我們的下一站呢 就是要去見一些長得很漂亮的人 但是我今天的挑戰就是 我零打扮 要去見這些漂亮的人 因為我今天早上只是去看醫生嘛 然後昨天上班上到早上六點 所以 我就睡了兩個小時 然後這邊頭髮還是爆掉 大素顏 但是anyway 來來都來了 走吧 好漂亮喔 好漂亮 奶好大喔 我現在終於見到我哥 我終於見到他們兩個了 畢而不見 很突然 像你一直在出 我們的話題太欣喪色 被老闆趕進來包廂 老闆說你們去包廂聊了 看讓姐姐的話題入文不要聽還是怎樣 有人飛完下班來回班 等晚才加入 怎麼下班還是這麼美 掰掰 老闆跟哥哥 我們今天來到這家 之前一直沒有機會去的 Andy Podium 今天在內湖 現在終於開到民生社區 率有敬意 掰掰 嗨各位 今天是我們在台灣的倒數第二天了 在離開台灣前 一定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找Gavis剪一次頭髮 大家可以看到 前幾天我基本上就是 完全沒有心力整理頭髮 希望他今天可以再度把我變得帥帥 給大家看一下 他剛剛看到我在收行李 然後就開始演這個憂鬱的戲 然後自己坐進這個車子 用這個眼神開始看了 你用這個眼神我怎麼走 蛤 嗯 很快就回來好不好 不要這麼憂鬱嘛 好不好 那你要乖乖 好啦 沒關係 他現在完全笑不出來 狗真的很聰明 欸你喔 要乖喔 掰掰 嗨 嗨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桃園機場的華航回避室裡面 其實我不太確定你們會聽得到我講話 因為我旁邊的人非常大聲 也在觀看甄嬛傳的Youtube馬拉松 那就是華飛講話很大聲 在那邊一直罵人 這不是重點 成大家所見的前面的片段看下來 對於這趟回台灣的總結呢 就是疲憊這兩個字 但是你們知道我就是一個很有實驗精神的人 在出發前呢 我就想說試試看 我能不能在台灣工作美國的時間 然後同時兼顧台灣的吃喝玩樂 但是結果就是不行 我真的太高固而體力了 一直狀態又不佳 所以非常的不值得也不划算 lesson learn 然後這邊要特別感謝我的身體 撐到現在都沒有生病 雖然我今天一直隱隱約約覺得 我的感冒快要咬起來 然後一直用我的意志力告訴我自己說 沒有沒有 你是假的 你沒有要感冒 你沒有要生病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一直騙著身體說 沒有沒有啊 沒有快要發燒的感覺 好的很啊 想說那不行欸 所以 我看我到紐約整個鬆懈下來會不會大病一場 我現在還不確定 講那麼多 還是很感謝大家 從頭到尾一起跟我欣賞我在台灣的生活片段 看到現在這邊 我覺得你們大概也非常同意我 不要再做一次這種事情了 因為我累到整個youtube停更一個多月 應該也不是各位所樂見的情形吧 好啦 那新隔一年 謝謝大家還在這邊看這個頻道 在這邊跟大家說一個非常晚的新年快樂 那我們接下來就有約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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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這裡打算是很晚的 誰能走 如果您在這裡看這個媒體 呢 呢 再一次才收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